好的 又來到了我們本週聊新聞的時間 那今天跟我們一起討論的 則是我們另外一位編輯 Leave 嗨 大家好 我是Leave 大家都知道年初的時候 其實發表會其實蠻少的 所以也算是這個車圈比較冷的時候 但是呢 本週這三篇新聞 我個人都覺得是非常值得探討的新聞 好 我們先來講講 本週第三名的新聞是什麼新聞 說第三名的新聞就是MotoGP的場邊的花絮 其實這個話題很有趣是 有國外媒體跑去問Kalax Moto2的車架製造商 就是問他有關KTM鋼管車架的看法 Kalax給出了一個很有趣的答案 就是他們覺得這個車架不錯 但是他們還是選擇用鋁合金車架 對 等一下 沒有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就是 因為如果你要探討這個東西 你可能跑去直接問KTM就好了 但是他們跑去問Kalax 那我還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Kalax他在Moto2的部分 他算是一個廠隊提供的車架商 基本上很多車隊他要跑Moto2 他其實拿錢來買Kalax的車架 直接配上引擎就可以參加賽事 對 而且Kalax他們在Moto2的表現很好 對 他們去年19站他們拿下了14站的冠軍 我就知道他們在Moto2裡面的車架製造商的排名其實是非常高的 對 因為其實在我擔任車評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會參考現在 比如說我們跑到最後幾圈的時候 我們就會參考說 這個是Kalax車架 那個是KTM車架 究竟他們最後幾圈的battle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常常會拿車架來當作是一個散考依據 所以他到底他們怎麼回答 其實Kalax他們講的說法是 鋼管車架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 鋼合金車架也有它自己的優缺點 鋼管車架優點在於 它假設因為不同賽道 我們知道他們的像左彎右彎的數量 或者是它車架需要的這種變形量 跟它如果變形之後的這些力矩的力量 它會有不同的細微的差異 這些細微差異鋼管車架可以透過去調整它鋼管的厚度 或者是它車架某一個部分 它去把它抽換掉 來快速的改變 鋼合金車架就比較難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它的成本會相對的上漲非常多 他們自己內部看法 他們覺得最大的差異在這邊 所以它的意思說鋼管車架其實是一個偷吃步 比較便宜的做法 對 其實可以這麼說 他有提到說像日本車廠很多小排量的車 他們也會選擇用鋼管車架來做他們的車架形式 主要原因也是在這邊 因為它的成本比較低 講那麼多它到底這一篇結論是什麼 其實Kalax他們也很賊 他們其實也沒有講出一個 俗優俗烈的一個結論 因為畢竟馬上GP還是要開包 但它撕破臉的感覺也不太好 對 有點尷尬 所以我覺得當記者這時候就要去問KTN說 你覺得這個鋼合金車架怎麼樣 以我自己的判斷 我覺得過去其實我們知道Kalax 它的鋼合金車架表現一直都不錯 因為我覺得鋼合金它的優勢在於它的塑形能力 它並不會被鋼管的造型給限制 沒錯 所以它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削的特別薄 另外一些地方可以做的非常的粗 那我覺得鋼管它不管它怎麼樣調整 雖然我覺得像剛剛它內文講的它可以接來接去 但是它還是有它的限制 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會有這篇 我覺得有一個觀察的重點就是KTN在2020年 其實它在MOTO2上面幾乎是整個場地都撤掉 它把資源都拉到了MOTO GP 那過去它非常堅持它們的鋼管車架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年的車架上面 它做了蠻大的妥協 因為它的車架從過去的圓形鋼管 你會看到這次它是做方形的 對 它把它壓有點變成扁管的那種感覺 對 甚至它在一些地方 它是組合上這個鋼合金車架 有點像那個樣式了 對 已經比較妥協了 是 所以這個有些網友就酸它說 你這個是不是一開始你的堅持 是不是開始慢慢的妥協 表示你過去講的這個鋼管車架 是很強的自打嘴巴的意思 對 好 我想這一篇當然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探討這個鋼管車架跟鋼合金車架 到底誰好的一個討論文 對 那這個最終結果還是看完今年2020年的 這個MOTO GP的結果 我們再來看嗎 對 沒有錯 好 那我們進入這個第二名 第二名是什麼樣的新聞 第二名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新聞 就是 Tranf 凱旋 他們出了SSSS的入門級的三缸街車 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把它大哥就是RS的新的憤怒鳥 後眉毛的樣式 把它移植到入門級的街車上面來 然後它把一些配備 像儀錶 然後電空配備的騎乘模式 跟懸吊還有剎車系統做一個比較稍微降階 然後入門的設定 同時售價也比較低 那它有出A2針對那個歐盟的駕照 等級規範出這個A2的小馬力版本 是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去年米蘭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在米蘭之前 他們就已經發表全新的RS 那其實基本上它整體的架構跟過去的765是一樣的 只是在於那個大燈 因為過去我們自己試過765 那車真的是沒話講 真的很好騎 但是很多人就是看不慣它那個大燈 對他們覺得那個燈就看起來有一點 就有點蝴蝶有點柔 太陰柔的感覺 跟它的代案分這個名字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這一次的改革 就是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新的大燈變得很兇的時候 它很像那種怒目而似 這樣眉毛瞪下來的那種 對超級帥 所以在它這一次改革之後 我覺得整體網友上面的回應都是大獲好評 那這一次它也把相同的設定 帶到了低階版的S上面 但不過它的引擎其實是用上 並不是765那個引擎 對它引擎用的是660cc的三缸引擎 所以應該就是上一代的675的那一代的引擎 對那其實我覺得也相當期待 這個國內安東可以引進S 因為我覺得畢竟RS它的價格比較貴一點 對那其實現代市場大家都知道 這個高價的車不好賣 那如果S可以壓在50以內 或者是可能 那真的還蠻吸引的 對真的會蠻有吸引的 真的是還蠻吸引的 OK好 那再來最後呢 這個我們這一週的第一名的新聞 第一名的新聞其實我覺得也非常有趣 它是BMW在網路上其實他們PO出了一個 專利圖 那這個專利圖在講他們要把S1000RR裝上 增壓系統 那他們的增壓系統其實也跟像Kawasaki的H2 H2、H2R 那種機械增壓是不太一樣 它是要用電動的馬達方式來幫它的這個引擎做一個增壓的動作 對所以這一套系統目前 已經有汽車廠商有使用過了 但是摩托車這邊是第一次看到的 近年來因為環保的關係嘛 車子的排量引擎排量做的更小 但是它用渦輪來帶動整體車輛的動力 對 那其實這個是在汽車上面是很好達成的 因為車子的空間引擎空間夠大 但是來到機車就不行了 因為你渦輪加上去整體的複雜度 引擎複雜度變得很高 像我們過去試過的這個像H2 還有H2SX等等的系列 他們都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它的熱量變大 對 或者是它的整體複雜度變高 也讓它的成本變得更高 所以我在想 這個B&W是想要透過這個專利技術 來試著解決這個問題 對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國外的法規馬上也要進入歐夢路 707 那我們會發現很多這種性能的跑車 它都開始沒辦法度過這個法規 度過這個難關 總不能以後跑車出來都是50P S1000R 50P Hey what happened 在這麼嚴苛的環保法規底下 它勢必要有一個未來的對應措施 沒有錯 所以我想這個接下來就是 到底它這個電動渦輪 它有沒有辦法這麼剛好的轉速 對應到引擎的這個輸出 對啊 本身提到轉速這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其實渦輪摩托車不是一個很新鮮的概念 對 它在80年代其實就很多車廠做過嘗試 但是當時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它會有渦輪延遲 對 所以它其實反而是破壞了你騎車的 操駕感的這個樂趣 對啊 我想BMW他們要透過這個電動的這個技術 某一方面可能也是想要 當然有一部分可能是為了要達成 被應該講的那個法規的問題 那一部分可能也是為了它的這個技術 它其實可以更好去對應 噴射化之後的這個摩托引擎的轉速 還有它需要增壓出力的這個時機點 因為它就變成完全數位化 它就是完全數位化去輔助這個引擎的動力增加這樣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渦輪就是很討厭 你如果轉速高它相對它給的壓力就大 對 雖然現在技術已經比較進步了 就算是大小型渦輪的這種對應也是對應的不錯 但是難免還是會有那一點點的零點級的這種 渦輪延遲出現 如果你是電子化你就可以隨意再更轉速設定 它就可以去對應的比較完美 好的 所以這一篇是我們這一週的冠軍新聞 是 那也代表大家對於未來的這種新科技的發展 算是非常的關注 沒錯 好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聊新聞的三則內容 那我也會把這個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這個連結 進去看這詳細的文章報道 那記得收聽我們SupermotoL頻道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拜拜